今天火箭以24分列式不敌黄蜂,吃到4连半,继续为居西部倒数第一的位置,比赛中,火箭和新伍德,表现不俗,拿下16分9篮板,三助攻的全面数据,无奈球队,在下半场,被对手打花,吃到惨犯。 这场比赛中,伍德还用球,砸中了一名黄蜂的女球迷,之后,进行公开道歉。 这是上半场结束前,火箭获得了最后一攻的机会,伍德抢下后场篮板,欲传球发动快攻,不妙干扰下,出现偏差,伍德不慎将球,砸到场边女球迷,一时间,场边的其他观众,也都看向了这位女球迷。 随后,伍德也蒙着眼睛,表达歉意,球迷们,也给这名被砸的女士,送上掌声,好在她问题不大。 比赛结束之后,伍德公开道歉,他谈到这名被自己砸中的女球迷表示,我希望她没事,如果她需要比赛门票,我会给她买。 伍德这段时间,确实非常抢劲,并不是因为,他的数据,多么亮眼,或者有贡献绝杀,而是与队友产生纠纷,甚至爆发内讧。 先是火箭输给熊鹿的比赛中,伍德,和布鲁克斯,在场边争吵,被队友及时拉开,但两人的情绪,依旧没有平息,是杰拉德格林出面,才摆平了两人的内讧。 随后,火箭输给步行者,伍德,又直接在赛场上,对着刚刚浮出的新科榜眼,杰伦格林,表达不满,这一幕,也被拍摄了下来。 如果只是抱怨,还可以理解,而伍德抱怨之后,格林,也给予了回应,很显然,两人之间,也需要进一步的沟通。 比赛结束之后,伍德也表示,你不能太在意这样的事情,场上的每个人,都很有竞争性,都在喋喋不休。 再加上今天用球,砸中了女球迷,火箭和新伍德,连续三场比赛,搞事情,结果是球队继续连败,近期,遭遇了四连败,排名更是稳居西部倒数第一,确实非常尴尬。 伍德来到火箭的时候,被认为,还是顶替卡佩拉,他也和哈登,合作了几场比赛,效果不错。 但随着哈登的离开,去到篮网,伍德,也因为伤病连续缺席,同时,球队正式重建,使得这位一度打出全明星数据的球星,成为了火箭的核心,但可惜,与队友的关系,还是需要进一步修复,这才是核心需要做的。 谢谢大家。